大家好 pc入坑大作战 拉近离我的距离 练习生书逃 DJ上线 倾听你们的故事 我的心 来翻汪汪电台 开始了 我爱你 嗨大家好 我是你们本次电台的DJ 梁泽星 对 然后是Project C PuppyC中的老妖 嗨人们 My name is AK You can call me ZK Yes 对 然后我们的节目呢 是汪汪电台节目 可是电台 是通过每一位来自Project C的练习生 然后他们所自己 自己自定的主题 然后告诉之 在微博上告诉大家 然后大家来通过提问 还有问题 还有故事 然后我们来一起分享 一起 对 说出我们的经历和看法 然后 在本期电台尾声 我们会预告下一期的DJ 以及这位DJ选择的话题 然后大家可以把 那个你们的故事 还有问题 发送到Project C的官方 邮箱上 对 这些方式我们会在微博公布的 然后呢 我们下面进入我们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呢 是我的梦境故事 对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 每个人呢 可能 你平时都会做很多梦 然后记忆犹新的 也可能 也就那几个吧 然后 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关于大家 关于我的梦境故事 在这之前呢 我想先听大家 先请大家 听一下 一首 听 聆听一首歌 17的Falling Flower 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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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歌 一首歌 一首歌 快點笑顏的 由来枇�cemos 風上在 由来枇� decreasing 在心上 追尽的先是 今越來還未暖かい了 夏にも羨慕 小雨帶濡道 誰人為何人 自然而不如 真是真是生存 生長之道 生長之外 所以別人 分かる i want to know you 君へとLINE してく 今すぐいたい いつかきっと 君が 僕の心に 私は花 私は花 綺麗な花 を咲かせ いつか いつか 私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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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に今 花 花 私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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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Stories of my dream》 对,我的梦境故事 关于梁泽星的梦境故事 梦呢,做了很多 然后既有深的,还真的蛮少的 然后,但是还是有的 对,我记得最清楚的大概就是那些 白日梦 很多次早上醒来又躺下那一刻 我就会再次进入我的梦境故事 之前呢,就很爱看一些动漫啊 什么 所以就会经常做一些关于 自己变成为那个动漫里面的主角 像类似的 这样类似的梦 什么 情节啊,都是自己自己 把那个情节都改了自己自编 什么 泽星,快放映住他 我顶不住了 什么 泽星啊 你走得好惨啊 呸呸呸呸啊 现实当中我还是在的 但 自从 认识了 Project C的大佬们 我的梦 不再平均了 记得 第一位出现在 也不是第一位吧 对 第一次出现在我梦境的两位 朋友呢 是罗云哥和福杰哥 也算是按先后顺序吧 我先认识了他们两个 所以他们先出现在我的梦中 对 这个梦比较神奇就是 但是 当时 他们像是 感觉 我的 亲人一样 就是 变身份 不再是 我们不是团 我们不是成员 就不是认识的哥哥弟弟 这样 然后就变成我的亲人 然后来借我 那个上下学 然后 特别搞笑就是 我出了厢门看见他们 然后 像我招手 罗云哥 大背头 真的不夸张 大背头 然后穿着那个 鲍纹卫衣 当时冬天 然后 腹节呢 染和那个 深蓝的短发 然后穿着那个 羽绒服大的 黑色的羽绒服 然后那种长款的大衣 来到了JYP 双眼 看了下 看了下 我们一起睡湖边 对 就去湖边散步嘛 然后我们也还一起 吃饭 是不是很正常 不正常的来 后来 认识了一位叫李希杰的小哥哥 他是我梦里的常客 多不正常呢 举一些例子 在梦里 我正在欣赏画着 哇 梵高的画像 什么 蒙娜丽莎 李希杰 当时 当时我的表情 就是你们真的 你们手机上那个 第一个表情吧 就是我的那个表情 然后 还有梦到什么 自己在看电影 然后 他在我旁边 李希杰 然后我当时我们俩还真的不认识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问了他名字 我感觉跟他很亲切一样 然后你就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啊 然后又说 我叫李希杰 我叫李希杰 然后我以后过一段时间 就可能电影结束 我问 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啊 然后我把眼睛 把眼睛却以后 就已经睡着了啊 你已经睡了啊 然后就 哎 总而言之就 李希杰小哥对于我来说 就 没有啊 就非常的 他就很棒 然后呢 说到这里我们就现在 听一首 关于17的 他就很棒 四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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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二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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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